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空净学堂,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大家老朋友小若,坐在我身边的也是大家老水老郭 哈喽,大家好 郭老师,您看您之前上课的时候都用那个考试成绩系统来给我举例子 我回家呢,我就自己试着做了一下 做的怎么样 我觉得做的还行吧,但是我有问题 你说 就是我是按照50个人一个办的来设定这个数组 但是我后来一想,万一有什么转学生啊什么的 但是他的数组大小不能修改是吧 对对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一下 其实呢,要说还是有办法了 说数组大小不能修改,这是在一定情况下 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的分配内存来改变这个数组的一个大小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概念叫 内存的一个动态分配和释放 那么所谓的动态分配和释放就是我们程序跑起来了 然后呢,根据实际的需求 我们来动态的这个划分这个内存的大小 那么这个叫动态的,前边那个叫什么呀 就是静态的,是吧,一开始我就固定大小就定义好了 这个动态的说,根据我实际的需求 我比如说,实际当中我有51个人或者是52个人 或者是我这个里边呢,人数根本就不确定 我可以随时的往前添加或者删除 这就是需要用到内存的一个动态的分配和释放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内存的一个动态分配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动态的分配这个字符传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后面会讲到这个字符传呢 是一个字符的一个序列 我们其实不确定这个字符传到底长度是多少 是吧,那么后边呢,我们还讲到尤其这个数组 也是经常会用到这个内存的一个动态分配 另外呢,这个内存如果是我们自己手动来分配的 我们必须自己去释放 否则的话这个内存很快就占满了 我们就要内存泄露 然后呢,这个程序就会崩溃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动态内存分配 那么在C元里边呢 这个C的数据结构呢,通常都是固定大小的 比如说,数组呢,有固定的大小 每一个元素呢,也有固定的这样一个长度 那么这样呢,对程序呢,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 我们用数组呢,保存一个班级的学生信息 那么数组的长度呢,指定得大合适呢 太大会浪费这个空间 如果太小呢,可能又不够用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怎么样了 想到了如何动态的这个分配内存 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内存分配的几个函数啊 第一个是这个Malloc函数 分配内存呢,但是不对内存进行一个初始化 就是说之前,比如说内存里面呢 可能是写了一些东西 但是呢,我们不会去修改它 只是呢,分配而已 这个C-Lock是什么意思呢 是分配内存呢,并且要对内存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的意思说,我给你插掉了,清零 说这个M啊,叫这个Malloc Malloc,就是手动的 这个Alloc呢,就是这个分配内存的意思啊 那么C-Lock,C叫clean,就是清除的意思 那么R就是重新分配啊 Realloc,重新调整内存的大小 之前比如说我分配的是1024个字节 就是1兆的内存 后来发现这个1兆太大了 那我就通过这个Realloc函数进行调整 说调整成512K 就是意思吧 那么这几个函数呢 我们是包含这一个叫STD Lab这个投文件里边 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叫PrintF这个函数 在那个投文件里边 这个叫STD IO 叫Standard Input Output 是吧 你说那个Header是吧 投文件啊 这个叫Lab,叫Library标准库里边 这个标准库啊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说清楚 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是11-01 好吧 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C元的这个指针的高级用法里边的课堂代码里边来 OK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几个函数啊 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也导入这个SD IO呢 原因就是我们这个PrintF这个函数不是我们写的 不是我们写的它在哪呢 在这个SD IO里边是我们要导进来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几个函数 第一个叫MAlloc 这个第二个叫CAlloc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ReAlloc 那么这个是什么呀 分配内存 不出实化 不给它清理 这个就是分配内存 要出实化 要出实化 那么这个就是重新分配内存 Re啊就是重复的意思啊 recycle 是吧 重来 循环 那么这几个函数 在哪个投文件里边呢 include这个 这个 有个叫stdlab.h std lab std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standard标准lab呢 library标准库啊 这标准库这个投文件里边 我们来看看这个 嗯 往下走啊 上边就有一些说明 我们看一看 嗯 还有一些结构 嗯 看看有没有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函数 这里边其实 ABS 嗯 就是abs sloot 求绝对值 什么叫绝对值啊 绝对值 比如说-100 那绝对值就是100 就是求那个正的 是吧 嗯 后边还有几个 比如说我们后边会用的这个free free就是释放内存 malloc 看到吧 malloc malloc就是分配内存 嗯 这里边呢sad-t啊 其实就是整形啊 整一个值 它返回的是voidc 分配内存之后呢 它会返回一个指向当前内存 这块内存的一个地址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voidc呢 voidc代表的是任意的指针类型 比如说它可能是自幅型的 它可能是int类型的 它可能是什么呀 float double都有可能 嗯 voidc就表示什么呀 任意类型都可以 嗯 比如说 我这个还是可能啊 嗯 它会 嗯 返回一个 一只马 或者是一头牛 或者是一狗一猫 那么这种情形下 我怎么办呢 我要返回 我要是写一个猫 那么 当返回一个狗的时候 它就不能用了 嗯 那怎么办呢 我就往大类型 我说返回一个动物 你说行不行 嗯 那么猫 狗 什么牛 马 是不是都是动物啊 哎 这样就可以 那我这个返回类型啊 它可能是 int类型 double类型 反正 我这个voidc代表所有类型 哦 所以你返回的时候 我都能接得住 懂得意思吧 嗯 那么还有几个啊 就是什么c lock啊等等啊 都可以在这儿 就是c lock 还有一个叫relock r大头的 我就不找了 反正这几个函数 都会在这个叫 sddlab 就是标准库 这个头文件里边 我们要用它 必须要包含它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说 voidc 嗯 malloc 嗯 voidc 这个malloc 然后1024 分屏内存 voidc 这个a 等于malloc 1024 那么voidc 类型呢 代表了任意类型 你也可以是一个x 类型 也可以是什么呀 int类型 也可以是这个float类型 或者是什么呀 double类型 ok 懂得意思吧 嗯 malloc 1024 ok 就这样一个道理 malloc就是分屏内存 大小是多少 ok 嗯 刚才说这个这个头文件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后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分配自乎串 那么自乎串呢 后边我们会讲到 这个自乎串 代表的是字符的一个序列 比如说hello world 这就是一个自乎串 这里边呢 包括ihello 什么wio这几个字符 那么malloc这个圆形啊 我们说这个是voidc malloc size-t 说这个size-t 是一个无符号整形 无符号整形啊 就是 嗯 都是正的 没有负的 嗯 c元的字符是在一个字节 比如说 要被n个大小的字符串 分配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可以怎么样 malloc 和n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我们前面这个后边会讲啊 字符串 最后一个有一个结束符 叫-0 嗯 在这个特殊符号来表示 它是一个字符串 表示这个字符串怎么样 结束了 嗯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说自定义一个字符串 连接这一个函数 嗯 我先看看怎么样分配这个 先不看这个函数 先看看怎么样 为这个刚才我们介绍 第一个就是这个 第一讲 我们讲的是这个 嗯 酷函数 这几个酷函数要导入这个 sttlab 第二个就是 要讲的是这个 动态分配 字符串 比如说我想保存这个n 等于这个 5个字符 那么这种情侠 我们分配的内存大小 就是 char 这个 str 就等于什么 malloc 然后这个n 加1 这个加1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这个 我这里边保存的字符 是这个有一个 这个 -0 代表结尾 是吧 一个特殊符号 来保存它 那么接下来 我这个 可以怎么样 可以这个 导入一个 头文件 再包含一个 头文件叫 swin.h 这个头文件 那么在这呢 我可以这个str cpy copy 这个str 这里边呢 我可以给它这个 几个 比如说是hello 这个可以吧 嗯 看一下原因就是什么呀 我们这里边是hello是几个字符啊 5个 hello是5个字符是吧 5个字符的话 我分配6个空间 最后再保存一个-0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打印输出一下 这个地方 2% s-n 这个是str cmd r 运行 输出一个hello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吧 嗯 那么其实呢 我们这个后边会讲到这个内存空间分配好了之后 用完了要这个free 要去释放 释放这个str 那么最实际上一个正常的做法 那么关于这个free啊 后边我们再说 就是内存呢 你用完了之后 你怎么样了 你赶快把这个东西搬走 别人来用 否则的话别人用不了 懂得意思吧 嗯 嗯 动态分配字符传呢 我们这有一个函数看一下 叫字符传连接的这一个函数 有字符传1 字符传2 然后呢 两个字符传连在一起 我们应该分配多大一个空间呢 就是其实实际当中啊 系统里边有这个函数已经定义好了 叫strc80 嗯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函数 就是系统里边这个 在sync.h里边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strc80 有这个函数吧 嗯 它这个 说第一个字符 第二个字符 然后呢 返回连接后的一个字符 比如说我们在这有一个 嗯 第一个字符 charstr1 等于这个 hello 然后char 还有str str str2 等于这个world 对吧 嗯 然后两个字符传连在一起 char类型的新 result 它就等于这个strc80 是str1 后边是str2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连接之后的 result等于s s-n 后边是这个result 问了r 本 说result 有点问题 看一下啊 这应该是一个可变的 给它一个30 现在好使的是吧 嗯 为什么呢 首先说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 就是 它连接怎么样连接呢 就是第一个连接到第二个里面去 嗯 就是说你这里边要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容纳这个组组 装两个组组 比如说我给它5 它就不行 因为5 你第一个就再满了 嗯 是吧 那第二个没没地方装了 它就有问题了 那么给它30 它就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我自己要定义一个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学习了这个 呃 内存分配这一块了 是吧 自己来分配内存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这个定义这个大小呢 比如说第一个字符串是5 第二个字符串是6 但是我这个函数 其实我不确定我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到底是多少 然后呢 反回一个字符指针就是字符串的就是concat 这是字符指针的第一个str1 然后呢 字符指针的str2 怎么样把它连接在一起 那么首先呢 那么首先呢 我分配一个 内存 xc 这个reout 就等于这个 叫malloc 呃str的 那么取它的长度 怎么样取呢 就是 它的长度加1 那么sizeofstr1 然后再加上什么呀 sizeofstr2 那么总共加几啊 加1 就是说 比如说啊 第一个字符是5个长度 第二个字符是 第二个字符算是10个长度 嗯 一共是15个 是吧 15个这加一个 16个 因为最后要保存一个什么呀 加1 保存一个这个叫 杠0 对吧 保存一个杠0 OK 最后我们要retend 这个什么呀 retend 这个reout 那么怎么样连接的呢 这个连接呢 就是一个字符算拷贝 怎么样拷贝呢 就是我们用到这个strcpy 目标就是这个reout 然后呢 嗯 我们先把str1copy到里边去 我们看一下那个写的 嗯 先用str1copy进去 然后呢 再调用str2这个连接 进行连接